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单独专门的视频 这个事情我们正在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过后我会跟大家更新情况 有的人会认为好像显得没有那么严重 这个事情我想再强调一下 是因为对方丹尼尔郭律师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面 他持续的侵犯了我们的版权 而且他是明知在收到了我们的通知以后 明知我们对这个产品拥有版权 它的行为涉嫌侵权 然后还继续这样做的 我们认为是很多次 另外涉及到的宣传材料 我曾经发给过许多的客户 然后也一直放在我们的网站上 是我们的核心宣传材料之一 这个我相信侵权方丹尼尔郭律师 他的事务所也曾经多次把这个材料作为他们的商业宣传 所以这些情况都加起来造成这个事态 大家可以看我们另外的视频 此前我曾经提到说要对方在他网站上公开道歉 以及采取其他措施 但是对方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他错过了这个机会窗口 那么现在我们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 因为很多朋友们观众大家也都跟我们联系 就说这个事情不能这样轻易放过 因为我们自己作为律师 然后也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我们的权利 要不然的话无法树立政治的风气 只能让歪风更加助长 这个事情我们过后还会更多的讲 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讲美国版权法 首先对版权的保护来源是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规定为了促进科技等等方面的进步 国会可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 提供专有权利的保障 这个延续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现在一般统一叫知识产权 包括但不限于有专利商标版权等等 我自己一直到现在是美国国家商标专利局 叫USPTO授权的专利律师 这个也在平常的工作中对我有帮助 因为我们很多的客户作为科研人员 学者他有他自己的发明 有他的专利 不管是他中国还是别的国家 那么作为有执照的专利律师 我可以更好的了解申请人的工作 相应的帮助他们的绿卡 移民签证等等申请 那么美国从建国之初 1790年200多年前的时候 就制定了第一部版权法 此后又有多次更新 版权法算是更新的比较多的一部法律 内容也相对比较复杂一些 目前的版权法保护期限是 作者在世的时间 以及一直到作者去世以后70年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个人的著作 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曾经在中国比较有名的 《科幻世界》期刊上 发表过我写的小说 那么到现在 我仍然拥有我的作品的版权 这个在我有生之年 一直有效 一直到去世以后70年 仍然享有保护 那什么样的作品没有保护了呢 比如说《红楼梦》 《三国演义》 经典作品 作者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这样的作品没有保护 那么版权呢 保护的是表达 而不是简单的事实 比如说《三国演义》里面 有刘备 张飞 关羽 是吧 那你提到这个呢 当然不是违反版权 但是呢如果说有的《三国改编》的影视作品 那你把它自自录下来 用于商业的播放 这个呢就会涉及到有侵犯版权的问题 那么怎样能够拥有版权呢 这个呢是自动 就你的创作 比如说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 我们现在在做的视频 自动就有版权 不需要单独注册 但是呢你在向美国政府注册呢 可以有另外的好处 这个呢我们在以后的视频里面会具体的解 那么版权法呢是联邦法 就是说在全美国各地都是一样的 类似的呢 专利法也是联邦法 然后移民法也是联邦法 那么我作为专利律师 移民律师 可以做全美国各地的这样的案件 那么什么样的不是联邦法 是州法呢 比如说有的合同法 或者有的婚姻法 你在这个州结婚 是吧 如果要在这个州要离婚 那么具体的呢 要有州法的程序和内容的影响 是联邦法和州法的区别 所以呢 比如说涉及到版权的诉讼呢 会要在联邦法院进行 那么版权的拥有人呢 可以行使各种权利 包括复制这个作品 发行 然后包括改编 就版权拥有人可以改编 其他人的改编受到很多限制 那么很多情况下是不能这样做的 那么别的呢 比如说音乐作品 影视作品 的剧本等等呢 那么这些作品还可以得到广播 然后演出 也都是版权拥有人的权利 如果其他人做这些行为 没有版权拥有人的同意 那么就构成侵权 有可能呢 负民事责任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 可以负刑事责任 但这个呢 是告诉乃论的 就说呢 需要版权拥有者 自己来提出诉讼 那么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产品有版权啊 这个作品 是吧 是受版权保护的呀 这个不是法律接受的理由 你不知道 那么你就去想办法知道 如果你因为不知道 而侵犯了版权 法律不会因此就放过 是无意侵权的 是不是就没有责任啊 不是这样的 那么所以应当就assume 看到的作品有版权 然后呢 你把它相应的找到 版权拥有人 取得许可 那么当然了 和不知道 各品有版权 而造成的侵权相比呢 如果是故意侵权 明知 比如说版权拥有者 跟你联系了 然后呢 你继续的侵权 那么这个呢 叫will for infringement 这个故意的侵权 会受到加重的处罚 当然我们知道 在中国大陆 尤其是在网上 这个现状呢 还有很多 不如人意的地方 存在很多盗版的行为 而且呢 在很多情况下 并没有得到处罚 但是呢 这并不是说 这一切就都是合法的 所以呢 应该侵权者 会受到追究 那么我们知道 在美国 如果侵犯版权 更有可能 侵权者 会遇到严重的后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能够使用有版权的作品呢 这里有一个 合理使用的这个范畴 比如说 有的有版权的作品 我用来作为教学 然后呢 用来作为非盈利的目的 或者呢 用来评论 比如说 某一部小说 我读得很好 写个读后感 这些是可以的 不是合理使用 那么要求是什么呢 不得与受保护的作品 版权拥有人的 正常利用 相抵触 那么具体来怎么判断呢 一个例子 这个要看呢 你使用的这个作品 有多少内容 数量 百分比 我们比如说 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 那么如果我们写一篇文章 然后讲说 金庸小说里面 这个人物 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情感是怎么样的 他的遭忌是怎么样的 这些一般是可以的 但是呢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例子 有的人说呢 他把金庸的这个小说 整个的都复制了 然后后面加上我的点评 说哎呀 这一段写的真好 这一段写的不那么好 那我这是点评啊 不是这样的 那你把原著 整个都这个复制了 然后加上你的点评 这个不能算合理使用 这个就是侵权行为 所以呢 大家看到这里面 有这些具体的差别 那么总体来说呢 我们在这个视频 介绍了美国版权法的 一些基本知识 那么过后呢 我们这一系列 还会有新的视频 给大家更新 更多具体的内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